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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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在說送送送送送 Q10民宿企業團的團長 甲敬營 在台上跟大家分享 他這幾年祝福斷掉的新冠 開用台灣的政策文化 並且現場套過的紀錄片 讓參與嚴格的民眾 竟然可以來體會企業團成的困難 由於說到帶到三太祖 只好沙哈拉沙漠的過程 甲敬營說很辛苦 白天的溫度大概四十幾度 日常四十五度 晚上要四十幾度 五度 軍差有辦法要求 這次發生的環境 這次 這次 他腳踢到四十幾度 這次去沙漠 像八年在完善 在完善的地方 沙漠真的是人間地獄 這樣一路走來 柯子營會一開始比較經營 欠地下資產的錢 到後來面對意 拒絕各種的困難 跟台灣的頂頭來創造各種舞台 都能實際配合 他們出操縣中央的輪廈 基本這樣全地的演講 可是希望來鼓勵大家 尤其是青少年朋友 勇敢來調校自己的目標 團長他的演講 我相信今天晚上很多人 可以感動感受到說 小愛子的成長需要鼓勵 在中措學生 他更需要我們去關心 慢慢的透過他們的 這樣子的教育訓練 可以把那個政策文化 帶入整個國際表演的舞台 操縣中央輪廈也表示 柯子營團長在演講的時候 也說到會跟各地來進行表演 民眾將有機會來欣賞到 他們政府的演出 最佳期待 即將女性彩虹補兜